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1nd 子曼去 第1章 子曼去 第2章 子曼去 第3章 子曼去 第2章 子曼去 这个存存很辛苦 赚了那么多钱 也不为说钱不要给妈妈 很多来孩子赚的钱都要给女朋友 很伟大 好吧 也是没有关系 但是女孩子如果对她好是没有关系 但是有的不是真正很好 所以那时候师傅已经注意到 糟糕 买一台车 听说是宾室的车 很大一台 结果师傅观想她 是会带这个女孩子坐在车里面 会被落里屏 就死掉 那时候我在台湾观想到这个问题 我很紧张 所以就替她超华年轻 称赦涵功德真的很殊胜 做师的弟子也是很幸福 我也无条件去救她 帮助她 我一直无条件去救她帮助她 我敬爱天下的父母 父母生而已要教育她 为她长大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万一这么简单来死掉 她会很痛苦 所以师傅就很用心帮助她 结果 这个女孩子不是坐在她车上死掉 结果死掉 那个女孩子二十几岁 本来这个弟弟也要死 结果苏在跟她拔延亲 业障离她三寸 离她三寸已经不错 所以我去年来青山 她亲人就告诉我 师傅你要找那个车回来 我心里面在想 哎哟她已经有死结 车没有关系人比较重要 赚钱就有了 结果她的车被偷 被偷走了 偷人家的东西是最累的 把业障都偷走 不可以随便偷人家的东西 所以她跟我说她的车被偷走 我问姐家糟糕哪一个人这么烟旺 把她的业障也偷人去了 她的死结也被她偷去了 所以这个弟弟豪家在 她没有车结实 豪家在 她车是被偷的 结果听说偷她的车的人判死刑 换了死刑 到现在车还不能走回来 还在那边警察行那边 所以那时候我就告诉她的亲人 你要赶快叫弟弟去年凉房 在俄罗斯大人去参加精进 有弟弟有气 但是那个弟弟很奇怪 他在参加精进 他参加精进的时候 他眼睛都这样 爱哭爱哭这样 但是生药救人我不可以叫累 我都很勇敢 是她的个案已经处理好了 我才跟你们讲 我为什么要讲 我希望大家要小心 尤其男人 现在的等双啊 内陆啊 都开放啊 尤其啦 云南川那边啦 很多很多 小心小心 我是先告诉你们啊 不要被用了 我才要说师父啊师父啊 师父刚好在做蒙山 我先警告 为妙好不好 你太多了 我最自欺兵了嘛 遇到很多个先生都被人家统统 去了 他的太太都快要这样 好在一宿一直救他 一直救他 所以呢 所以要注意 所以那个弟弟真的去参加精进 弟弟来跟我说恩师 你要救我的女朋友 我说哦 你女朋友 不然很恩师 无条件会为他操作 我说你有没有效应啊相片 他说有哦 原来在他的包包 藏一张这么大一张在他的包包 他不知道他已经四脚被人家定住了 所以我就把他相片拿来 说一看 弟弟这个相片送我好不好 他说好 我相片拿回台湾 就跟他调欠 跟他调 你本来这个女孩子死了之后 他的鬼附在这个男孩子身上 所以你们男孩子 不要交太多女孩子啊 懂不懂 万一来一个死掉 他都在你身上 你死定啊 所以他从来没有眼神 肖志妍 要没有眼神就是不知道他干什么 对于他的前面的路好像无 不知道从哪里走 就是这样 师傅站在台上在做谋商 看他都无心无心 所以我每次啊 说这个送给你 我就送给他 就是要让他拿这个清醒一下 所以太好了 所以妈妈帮助他 师傅帮助他 姐姐帮助他 结果贵人非常限 所以我把他的相片拿回来的时候 给他调了 这个姬氏就是贵在他旁边 他们看了最清楚 他可以告诉你们 他的模样是长得怎么样 好 一世上的 祝贵我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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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师傅帮助他 他妈妈带他去的时候 他整个就带来的眼神发誓 然后他刚好会在我旁边 奇怪 很少看人这样子的 你讲他的时候 他就头 头这样转一转 然后 眼笑都不会笑 就看你这样子呆呆的 眼睛都直直的 然后呢 他去的时候就 拜一拜 然后就坐在那边 发呆 奇怪 怎么会这样呢 海上那个师傅在教他 他也是眼神 看一看 然后没什么表情 这样子 顶多呢 就是点点头这样子 一连续好几天 差不多是 去拜佛的时候 到结束 大概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 阿弥陀佛 主委同修 所以你们男孩子 不要看到漂亮了 所以一直去啊 有没有听到 因为他跪在他旁边 拜 所以他看得很清楚 懂不懂 你跪在他旁边 所以女孩子也不可以说 哦我先生去玩女人 那我也要去玩牛郎 有 现在你们马来西亚也很多 新加坡 听说有牛郎 要小心哦 不可以啊 万一被人家这样乱乱搞 那眼神就一直看前面 懂懂 所以是后来 我就是很敬爱他的母亲 他的姐姐 他的亲人 因为他花这么多心血 所以说生拼命救他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妈妈讲 你们花心便会 要带这个回去 所以这个东西回去 我叫他要吊在他门那边 哇 师傅笑片把他拿过来 把他吊人 这个东西 他拿回去 又吊在他家里的屋顶 他客厅禁忌的前面 主委隆修 重新以后 那个孤魂就被师傅吊出来了 好帅人 三个月底面 就找到一个很美的女孩子 又很乖很贤 那那个师傅就跟他活化婚礼 又半数的 我告诉你们 就是在他活化婚礼的那一天 我才看他的脸都开了啦 笑出来了 我笑得非常庄严 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我到东南亚来 收了很多这个问题啊 我本来不想说 但是我发现到内露气 碰到的事情太多了 我会紧张 懂不懂 一案子太多 有时候失误 太累了 所以我教你们自己要小心一点 好不好 哦 那个如果不是碰到内行的人 不会处理 没办法处理的 因为师傅懂 但是师傅懂 我来马来西亚 新加坡已经收好几个了 所以男人不要看到女人 眉眉 哦就赶快去哦 你的嘴啊 你的事业都被他眉掉了 哦 要小心啊 千万要小心 女孩子也一样 要看到外面的哦 他跟你用哪个连子去 小心 师傅是一个现代的师傅 为什么你要做现代的师傅 因为你们是现代的问题 我不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完了 这个滴滴师傅如果没有帮助他 他到结婚那一天 哎呀 不一样 整个连开了 我见他几年来 就是那一天看他整个连开了 哦笑的非常丧严 哦 又做心动啊 哦 就飘飘了 很壮严啊 所以诸位同修要小心 过后 还要一直修功德 帮助他啊 那个妈妈姐姐 任何人很少人懂这一套啊 所以我非常敬爱的一个人 请你们要懂要保护自己 有没有听到 你人生太苦了 不可以随便去惹障碍等到 最可贵就是他逃脱死结 你看他的车 逃脱他的车的人都要死心了 你看 不一定管 不可以偷人家的东西哦 懂不懂 把人家的死给偷弃了 gyda 有没有听到 你 会 你 我 我 他 你 你 我 你 我